最近都是有這樣子午後雷震雨 而且天氣真的好熱 我們來看到數據 就知道昨天的天氣有多熱 最高溫出現在臺東的泰馬裡 竟然飆出了三十九點三度的高溫 都已經快要四十度了 而今天依舊要提醒您 記得喝水防曬也要記得帶傘 因為看到這張氣象鼠的高溫提醒 這整週臺灣都會是一顆紅番薯 天氣非常的熱 今天西半部地區高溫是三十六度 你看到三六 三六 三六 全部都是這麼樣的高溫 並且還有局部地區會有三十七度 高溫發生的機率 北部地區一樣很熱 體感溫度甚至可以上看到四十一度 至於降雨的部分 由於今天的風向是從偏南風轉為是東南風 所以東南部地區及恆春半島 會有零星短暫陣雨 另外中南部地區 清晨到上午也會有零星的降雨 今天的環境條件 依舊是有利於午後雷震雨發展的 所以中部以北地區及其他山區 午後降雨的機率很高 會容易出現局部大雨 也提醒您注意短延時強降雨 雷擊或是強降風這樣子等劇烈天氣 尤其還有很多人最近應該都有感覺到 昨天的雨下得蠻久的 甚至到下班時間都還在下 今天可能也會這樣 預計要到星期四星期五 整個太平洋高壓的中心接近臺灣 沉降作用增強 午後對流強度才會減弱 整個午後雷震雨的範圍 也才會縮小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氣資訊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